指的畫作向人解說 她是第四屆美術家接力展的作者郭新一 這次受到胡亂動文化中心的邀請 展出她心向新一的水彩創作 透過棺材畫筆描繪出簡單中的不平凡 放大一個這樣子的池塘的一個格局 然後讓民眾能夠去觀察到說 其實原來就在這麼一方池塘裡面 它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東西可以探討 不管是其實對於這個生命的省思 然後對於就是說我們對於人與自然的關係 畫家從小家中招逢變故 四處寄居親友家中 只好透過繪畫來抒發她的內心情感 全憑自己摸索累積實力 五年內就獲得大頓美沾水彩淚的第一名等殊榮 這次帶來作品中 以池塘系列最受到她的青睞 因為在那小世界裡透過畫筆 就能窺見生命的奧秘 每個人都能夠用美的這樣的一個角度 然後來對於自然有更深的一個體會的話 其實我相信以後只要大家來到一個 雖然看起來不起眼的一個池塘這樣的一個地方 可能都能夠引發一些無限的思考 運筆細緻用色精巧是她水彩畫的最大特色 每幅畫都融合了自然元素來表達內心世界 展出時間到8月底為止 有興趣的民眾不妨到此來稀稀品味 記者李箱中彩刀 記得李箱中彩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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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